好 農曆新年就要到了 但是呢 現在卻有超過1.4萬人 這個年關非常難過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在放無薪假 這是根據勞動部 他們16號發布的無薪假統計 結果就發現到有2153家公司 有14196人 這個比起上一期還增加了697人 尤其在製造業的無薪假後世呢 特別還需要密切的來關注 那麼勞動條件以及就業平等司長 就說部分小型旅社 雖然說現在看起來 疫情是比較趨緩的 但是呢 他們還是持觀望的態度 所以還是在實施無薪假 所以是天數跟人數呢 在這部分他認為 至少還是有稍稍減少一些 可是影響的人還是相當的多 上市我們來看到 支援服務業就有6444人 製造業是4613人 第三名的是批發零售業 他們也有1061人 而其他呢 我們來看到 在製造業細看的話 金屬基電業呢是2423人 資訊電子業也有764人 另外是化學工業以及民生工業 也都有不少人 他們都是在放五星假的狀態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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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英雄